各位朋友们又出事了 说这个泽连斯基和那个柏罗申科 他俩的人没了 那是被谁给清除了吗 而且这个普京正在莫斯科红场阅兵 而乌克兰的军队的总司令被开除了军职了 乌克兰这是闹了政变了吗 我们先看看吧 是在这个胜利日 普京呢在红场举行了这个盛大的阅兵 胜利日是对法西斯作战二战的胜利日 苏联的旗帜都有了 镰刀斧头旗 总感觉这各国的仪仗队都不如解放军的仪仗队 对啊 对吧 V5 然后呢 整齐 对吧 对不见了 对不见了 是 这些国陆运们,就是朝宝科,古京阅兵的时候弄一二战时的破坦克 古京的坦克都打光了嘛 其实每年的胜利日阅兵,这是老传统,一个T34代表着当年攻进柏林的坦克走是走在前面的,后边还有一大批俄罗斯的装甲车,这帮逐轮的装甲车就逮了一个镜头,插头去给自己造谅 这就是核武器啊,必须得每年亮一次 装甲车,最新式的装甲车,这不是有吗 这是俄罗斯研制的国产装甲车 国旗的颜色 这是空军的特技表演队 俄罗斯这都有,该有的都有,哪就一辆破坦克啊,能造谣啊 contrib建议想要有点蛋糕 好,好,好,好 很好 不只傅里面的曲功统 美丽地方 打光 大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京和各国官里的领导人像烈石木 向苏联的烈士们致敬 好吧 我们说这个泽连斯基出啥事了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 5月4号的时候 俄新社援引了俄罗斯内务部的数据库的报道 俄罗斯内务部根据刑法条款 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列入了通缉名单 这个大伙前两天的时候都知道这事了 可是呢 有一个诡异的现象发生了 各位 就是他和那个榴莲申科 那个波罗申科 他俩不是都被通缉了吗 在那个俄罗斯内务部的通缉的网站上都有 是吧 这个中国呀 要不说中国有一些这个反贼啊 鱿鱼呢 明目张胆呢 就在中国的媒体上阴阳怪气 说这个波罗申科遭俄罗斯内政部的通缉 波罗申科那可是一个伪人啊 这是他的最高荣誉啊 因为2019年总统选举失利以后 他没有选择海外生活 而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际 回到祖国 表达对祖国的忠诚 虽然与泽连斯基有政治分歧 但是呢 他选择放下了个人恩怨 与泽连斯基并肩作战 捍卫乌克兰的独立与自由 慷慨解囊 捐赠了价值高达80亿格里夫纳的战略物资 同时积极游说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支持 两位领导人在国家危机面前展现出超越个人政治立场的胸怀 他们的团结协作为乌克兰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与支持 他们的行动有力证明了 在国家危机时刻 领导人放下飞机 携手共进 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拼搏的重要性 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仰与学习 这或者典型的国内的一反贼 这不是啊 在国内的媒体上 这种文章无人管你 因为中国是中立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那这位两位并肩作战的领导人 同一时间失踪了 各位 最新的报道 环球时报引用了俄新社 塔斯社多家媒体9号报道 俄罗斯内务部网站上 关于被通缉人员的数据库中 已经没有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莱斯基 和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的信息了 根据塔斯社报道 在俄罗斯内务部网站 关于被通缉人员 他们经过查询 输入泽莱斯基和波罗申科相关信息 得到的搜索结果是没有符合搜索要求的信息了 那位说什么意思 这这个通缉人员 这通缉是抓活的滑掉了 那就说明已经被斩首了 各位 泽连斯基现在已经被斩首了吗 你们认为呢 直接清除了 不用通缉了 对吧 消失了 跑了 那不可能 各位啊 跑了也得通缉 所以呢 中国的网友在问 泽连斯基干嘛去了 是被谁给清除掉了 干掉了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恐怕是这个俄罗斯内务部啊 觉得在5月21号之前 在泽连斯基的合法任期 结束之前 对他进行通缉 那是不合适的 虽然他不举行大选了 但是5月21号以后 他的任期才结束 对吧 所以如果是在他的任期内 对他进行通缉的话 那是不是也给别的国家 以在普京的任期内 对普京进行通缉的理由呢 我个人是这么猜啊 但是呢 也没有理由 把这个流连申科一块给撤了吧 流连申科现在不是这个 波罗申科老实说错啊 他不是总统 通缉他 还是可以的吧 所以 泽连斯基人没了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各位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